主料,花生300克,辅量,植物油200毫升,白糖40克,猪油裂,椒盐,五香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花生米用开水泡15分钟左右,捞出,薄皮,锅中倒入植物油,下花生米榨至酥脆,捞出,放凉备用,将白糖,五香粉,椒盐粉混合拌匀, 鲜下放凉的花生米,预熟猪油拌匀,再与做法三的调料拌匀即可,烹饪技巧,传统的做法是用猪油炸花生米,我觉得不太健康,敢用植物油了,炸花生米时最好凉油下锅,慢火炸熟,油温太高,会导致花生米外部浇糊,耐部加生,炸至变色即关火,用油温再炸一会,炸好的花生米才好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